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心 半生远 风追行 一时情 算不清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而行 半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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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新娘子来了 快快快快快 快请雅欣老师下轿啊 快出来 快出来 烟死我了 等有朝一日 我出嫁的时候啊 可不能做这个轿子 小姐可不能乱说 哪有新娘子不做轿子的 行啊 小灵仪 没想到你还挺机灵的 把我爹都唬过去了 老爷以后不让我再回家了 没事 我都听见了 他是吓唬你的 不用怕他 有我呢 快快快 快让梁妞蛋出来 出来吧 委屈你了 喂 男牛蛋 男牛蛋 喂 彭先生 你快看看吧 好像又晕过去了 好了 睡了已经 好吗 正像着呢 原来可拽我一把 腿麻了 来人 小营长 混蛋 站岗的人呢 这 人都被接走了 我都把岗撤了 接走了 谁接的 大小姐 赵大小姐亲自来接的 大小姐 五娘 你先安心地住在这儿 等以后我找机会呀 我就送你出城 胖丫 让我怎么谢你呀 咱娘俩还说什么谢呀 五娘啊 以后别再叫我胖丫了 我叫赵燕燃 对对对 燕燃 这个名好听 你说什么 大小姐 这傻丫头 司令我找遍了全程 也没找到大小姐的汽车呀 去 把同男人给我叫来 是 还请岳父大人恕罪 你都知道 他把人给弄走了 我当时劝了燕燃半天 可是他实在是太任性了 都怪我 他还说 就算是您这辈子 再不原谅他了 他也不可能看着五娘 就这样丢了性命 我想他们之间 应该是有感情的 我本来应该提早向您汇报的 我有罪 把人弄哪儿去了 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看样子他这辈子是成心要背叛了 岳父大人真是言过了 他只不过是不懂事 去 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他还背叛我 他把人弄走了 自己就不回来了 这个我也问过他 看样子 最近他是不敢回来了 他不回来了 你怎么不跟着去 国是国 家是家 公是公私是私 作为您的女婿 我没能劝住嫣然 那是我的错 作为一名军人 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的长官 即便是您要惩罚我 我也不会离开您身边半步 那就不要老婆了 先公 后私 怎么像个爷们 去 下去吧 少爷 请 这边 请 这边 顺子 范儿 大叔 我跟我媳妇说会儿话 您就 行 你们慢慢聊 大叔 行 你们也下去吧 山子 不怕 不怕 有话 不怕 娘呢 真是混蛋 说把你和娘都给我接来 嗯 结果就把你接来了 说是娘跑了 娘 娘是不是 已经被他们害死了 应该不会 不会 嗯 帅子 他们怎么那么听你的 你让他们把我接来 他们就接来 你让那个人出去 他就出去了 他们呢 把我当成他们家大少爷了 嗯 大少爷 嗯 那个叫张继安的红蛋 给我个坡下 嗯 我就想 我干脆送坡下旅 到时候把你和娘都救出去 嗯 这会儿娘不是跑了吗 嗯 咱俩又在一块儿了 嗯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就把这房子给他点了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跑 能行吗 我看见外面 那么多开门的 还多扛着枪 这傻丫头 你爷们不是怂抱 不过 咱也不能跟他们跟你来 找个合适的机会 咱们就跑 他们不是说 我是他们大少爷吗 那好 我就给他们当当大少爷 我就给他们当当大少爷 这行动は必须是秘密を守 身份を暴震 天哪里 不是普通的人 夜里领导 去夜里领导 你开心 嘘 来 母娘 饭菜可口吗 好吃 母娘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 我爹派了很多人在四处抓你 你可千万不能随便出去啊 都听你的 多吃点 来 船子 来 坐这儿 靠近奶奶 孙子媳妇 叫个啥名啊 我叫刘凤 奶奶 你去叫她凤就行 啥 这个老五这是咋整的 也不知道她是精啊还是啥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往外跑 害得我孙子受了二十年的苦 娶了个媳妇还 你 孙子 你可是不知道 你娘也叫缝 那怎么了 怎么了 娘 您别跟她生气 孙子没念过书 不懂得礼教 罪过不在她 孙子 大娘告诉你 这可不行 这是大忌讳 孙子媳妇 你得改名啊 现在就改 李大云 给她起一个 好 那 就叫金汁吧 还玉业呢 又不是什么大家关系 轮得着你插嘴吧 进门小三十年了 都没生过一男伴女 还舔着脸插嘴呢 滚 出去 吐气 娘 您看 对 就叫金汁 好 金汁 还不赶紧谢老太太 赏你名 叫你呢 谢谢 这丫头 看上去就招人喜欢 就是打小没人教的规矩 来 站起来 二娘教你行礼 来 这样 抬腿 快谢老太太赏你名 谢老太太赏名 老二 这就对 李大云 你跟老二 教教这栓子和金汁 咱们家的规矩 让他们上上下下呀 都熟悉熟悉 孙子 我的大孙子 奶奶能活到八十多岁 就是为了能看见你 看见你 奶奶 奶奶 我看见你 奶奶 嘴 四刘 老太太挺乐呵的 大少爷 大少奶奶 看上去也挺听话的 就这听话让我翻嘀咕 徐凤智带的儿子 他应该是个刺头才对 怎么能听话呀 您放心吧 我都夹了岗哨了 还得妨 怕就怕他学会他娘的本事 再去查查 把那能打洞 挖土的家伙事 都给我扔了 把那后窗子也给我盯上 是 怎么样 不行 把把窗户外面全都给盯死了 这把红袋 看他真是防咱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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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来 坐屋里 待着 我出去伤口伤口了 你要小心点 少爷 您去哪儿 我晚上吃多了 出去转眼转 少爷 声音长峰峰过了 您去哪里 我们离得您去 不用 我认识 我就在门口串着 少爷 少爷 院子太大了 把您走丢了 这是声音长的命令 好 走 什么宝物 没有找到 你能够找到她吗 你能够相信我吗 你能够相信我吗 她是特别的女性 什么 也没有让她来 沙根 bronce 很多人都有来 墓坡里是在黄河 那是我们在黄河 是吗 瞎子 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一人枕枕 是我们的任务 是我们的任务 是 您要到哪里去 我吃多了 睡不着想出去转转 好 外面很乱 您最好不要出去 是吧 那就算了 你们是在保护我 是的 刚从私兵部里逃出来 您随时都有危险 辛苦你们了 这位先生 你是哪儿人呢 这个和你有关系吗 没有 我听你说话挺好听的 不是本地人吧 您休息吧 您休息吧 好 好 是不是个个青面獠牙 像个鬼是呀 其实啊 这小日本 跟咱们长得没什么良样 就是说起话来 哇里哇啦的 难听极了 是被人 什么 大少爷 居然从天上突然掉下了大少爷 不行 不能让那个野种抢了我的家业 这个家是我的 只能有我一个继承人 好 好 结婚下来 您的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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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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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小灵姨 有我在 我爹不赶紧你走的 走吧 小灵姨 站住 爹 这么晚还没睡啊 你进屋去 爹 你要干啥 进去 老爷 老爷你打我骂我 你爱我走也行 你别生小姐气了 我求你了 我求她呀 小灵姨 你起来 别动动向她下跪的 老爷 爹 你有会儿就冲我发 今天是我逼小灵姨出城的 跟她没关系 小姐 敢做敢当 好 我问你 今天坐在轿子里的 是你吗 是 你可女孩子你 也是你 把刺杀司令的刺客 带出城去了 是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她是抗日英雄 梁飞虎市长的后代 自己 也是在战场上 杀地立功的英雄 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刺客了呢 这是你一个女孩子 该管的吗 女孩子怎么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新青年 我不能不管 还敢顶嘴你烦啊 小姐 别跟老爷顶嘴了 挺坏了 老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活蛋 小姐干出这种事 你不知道拦着她 你还替她蒙骗我 我打死你 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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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小姐 小姐 是不是你把我约定的地儿 给写错了 我老瞎子眼睛瞎心不瞎 我写到纸上的字 不是用笔写的 那是我用心写的 错不了 这时辰都大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来 你跟人家说明了 要他们跟你一起去 跟赵元庚拼命 那谁敢来呀 谁不知道那是纵死啊 不可能 我骰子那把兄弟 那不能说全都跟我 信命相近 那最少有一半 能跟我同生共死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来了 来了 你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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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来着 来了 我骰子行走江湖 来这一字当头 拜了这么多把兄弟 这要命的时候 怎么能一个人都不来 来 请问哪位是甩的大哥 我 我是 我是我是我是 你的老朋友 让我给你带句话 此地危险 不宜久留 老朋友 什么老朋友 你要见他 这儿有地址 你给我见你 好 驾 不管他什么老朋友呢 先回回咱说 驾 但愿你这位朋友啊 神通广大 能把他梨花婶 根缝儿啊 还有栓子都救出 驾 驾 老夏子 你敢就是这儿 来 到了 到了 这是什么呢 有 骰子大哥 骰子兄弟 还认识我吗 老冯 二十多年了 你还能认识我 说明我还不算老 老瞎子 这是冯先生 二十年没见那老朋友了 是啊 这位大英雄 快些救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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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老夏子 来来来 骰子兄弟 你先看看那是谁 快去看看 牛蛋 骰子叔叔 牛 柳叔 牛蛋 牛蛋 走了 走了 你受伤了 没事没事没事 刘叔 孩子 可找着你了啊 不是不是 这伤得什么样了 你你快让我看看 没事 张小姐 张小姐 还有没有头晕恶心的症状了 医生 我确实没事了 那么多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 都等着你们去治疗 别因为我浪费您的时间了 张小姐 张老板请我来了 就让我给你用一次药吧 医生 请您尊重我的意愿 我什么都不需要 你走吧 医生啊 谢谢你 你先回去吧 小琴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干吗不让医生给你换药啊 应该把有限的药品 用在抗日前线下来的将士们身上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你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吗 我是被我自己父亲打伤的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野战医院的医生治疗呢 都怪爹 好吧 爹没想打你 你打谁也不行啊 你凭什么打小灵仪 他从小照顾我 照顾这个家 一天干那么多活 他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好 好好好 尊敬 爹错了 你好好休息 你这一棍子打得好 你是我父亲 我对我自己人生的选择 应该向你坦白 如果不是你这一棍子 也没机会跟你说 我入党了 中国共产党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 到中学上班的第五天 你混蛋 才认识那些混蛋 五天你就入了他们的党 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为了到组织最西奥我的地方工作 我才让你把我从西安带到这儿来 到中学上班也是党的安排 对不起 我一直向你隐瞒了 你知道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人 共产党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参加的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绝对不会为我的选择而后悔 疯了 疯了 从今年起 你不许离开这个屋子半步 疯了 小狗 给我找最大的钉子越多越好 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我盯上 从今年起 出送范以外 你不许进小姐的房间 也不许她出来 是 听着 你要是敢把她放出去 我就累死你 我需要个人 Graphic 你们都没有时间了 我去干吗 杀子兄弟 你的飞搁传书 那可是跟我学的 对对对 你是祖子 你的靶星地中啊 也有我相识的 一得到消息啊 我就赶紧想办法绑回东我 派出去几十个人 各条路往回赌 要不然啊 能聚集了好几百人 牛子 老家子 我甩子这人一会儿 那是不错的 再有一句说明 赵元庚他恶贯满盈 那大家都恨他 你说得对 是啊 赵元庚这个人 确实有很多问题 尤其是前些年 霸道得很 滥杀无辜的事情 也有发生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是个好军人 日本人 一直试图打通龙海线 进而占领整个大西北 向南入川 企图占领整个中国 赵元庚带兵有方 部下英勇善战 直到今天为止 日本人还没有突破他的防线 可以说 他现在是国家的功臣 这个时候 你召集人和赵元庚拼命 难道你想帮助日本侵略者吗 我真没往这儿想 可是赵元庚他把我铁哥哥 栓子 栓子媳妇都给抓走了 骰子叔叔你说啥 我娘和栓子让赵元庚抓走了 可不是 怎么抓走的 赵元庚派兵去了大罗阵 什么大罗阵 牛仔 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被抓走的 好 好 好 燕燃哪 你这是带五娘去哪儿啊 大罗阵 大罗阵 我先走了 五娘不是一直住在大罗阵吗 我送你回去 那个家 我早就不要了 你放心吧 五娘 上一次我爹那些手下 在大罗阵不是没找到你吗 回去之后就骗我爹说 他们认错人了 所以现在我俩回去 一定安全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反正现在我只能听你的 我这瞎子 不如你们明眼人看得清楚 但是我这心里 也能想明白事 你就算他赵元庚 现在对国家有功 可是他害死了梁飞虎 那就罪该万死 这件事情啊 我也听到过很多议论 帅子兄弟 牛蛋 实话告诉你们 老虎山的兄弟 有些幸存下来的 现在都在我这儿落酒 大家都认为 赵元庚公报私仇 把梁飞虎 梁师长 出卖给了日本人 对 他干得出来 当然干得出来啊 二十五年前 他赵元庚强抢民女 那就抢走了牛蛋他娘 那还逼死了我的爹娘 不对 什么不对 傻小子 老辈子的事你都不知道 不是赵元庚出卖了我爹 那你为什么要刺杀他 武叔临死之前亲口跟我说 是赵元庚出卖了他 但是我现在知道 肯定不是赵元庚 害怕 害怕 你怎么知道的 要是他害死我爹的话 我现在早就没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细说来听听 对 爱 inviting你 去哪呢 我才吧 你什么再说 在哪里 我有什么 Death 老農 Sheikh 有肩ode 五娘 这荒郊野外的 五娘 我想请您陪我到山上走一走 燕然哪 你不光是要走一走吧 当然了 看来你舍命救我 不光是因为咱娘俩的情分了 五娘 您是一个聪明人 有些话我俩还是不要说明白的好 你还是说明白吧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我总得明白呀 您是铁梨花 铁梨花 对呀 您打小就有的名字 命里面就带着的名字 我还是不懂 我五娘可是个奇女子 江湖上有您的传说 传说 我还是不应该去 这下宫 但我并不是不应该去 这是你 竟然还救了我一命 嫣然哪 要不是你五娘叫铁梨花 你不会冒犯你爹来救五娘吧 所以五娘怎么想的 我跟您说过了 您是一个聪明人 有些话还是不要说明白得好 反正为了救您 那个家我是回不去了 你说我放着大小姐我当不成 那么大一片家业 都是您儿子的了 我总得有所图吧 我儿子 五娘您就别跟我装糊涂了 过了这么多年 您又带着您儿子回到那个家去 难道不是为了那片家业吗 好 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儿子还活着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江湖上的传说 你信吗 信 好 我试试 你想要什么 鸳鸯枕 鸳鸯枕 这鸳鸯枕 这鸳鸯枕 已经害死不少人了 暗示 这啊 你好 你这身打扮 给你五娘上衫 换身衣服去吧 顺便给你五娘也拿一身来 鸣梨花 能穿这个 是吗 冯先生 有你的信 杀子兄弟 杀子兄弟 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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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牛队 对对对 抬交 抬交 刚刚得到消息 杀子呀 现在成了赵府的大少爷 牛先生 你也别担心你的女儿了 她现在成了赵府的少奶奶了 他们现在都很安全 你说真的 那我娘呢 目前还没有她的消息 但是可以肯定 她已经不在赵运庚的手里 杀子那小子 他怎么能让贼作父呢 那个贼本来就是他爹 不行 我得找我娘去 牛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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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得找 但是也得等你伤好了以后再找啊 孩子 孩子 不能没有门路瞎抓 傻小子 尤其是你 你可不能瞎发 你没看见那满城都贴到你的告示 小姐 吃饭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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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仪 我爹出去了 你让我走吧 这这 小灵仪 你跟我一起走 要不然我爹回来了 肯定饶不了你的 小灵仪 不行 小姐 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 小灵仪 你没有读过书 也没有说过我爹回来了 不过教育 我和我爹之间的分歧 你不懂 但是我告诉你 我必须要走 早晚有一天 我爹会知道 我这样做是对的 小灵仪 你跟我一起走 省得在这家里 我爹欺负你 不 不是欺负 是压迫 他凭什么压迫你啊 小灵仪 我们一起走 一辈子在一起 我会像孝敬亲娘一样 孝敬你的 小姐 可不敢这么说 好 小灵仪 求求你了 答应我吧 小灵仪 怎么了 小灵仪 你走吧 我还是不能走 为什么 我不能离开老爷 小灵仪 我走 我喜欢你 加油 哎呀 往事一场梦 梦醒求承诺 有些暗涌在心头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缺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缺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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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缺 心慢慢融化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中文字幕练 不再如天 中文字幕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